朱立伦也开出了第一炮 我们来看看反核大游行 周末就要登场了 那马政府提出了核四公投 想要一次来化解核电的争议 不过我们就来看一下 三座的核电厂 有三座都是设在新北市 那么今天新北市长朱立伦 出席活动的时候也再度开炮了 他不但态度很强硬地 痛批台电跟原能会苟且敷衍 还说不要将核电当成了政治算计 要所有的政党把手给拿开 那么讲明了就是核四不安全 不应该再运转 对比行政院长张银化的坚持 在公投前续建核四 现在朱立伦似乎也给了张银化一巴掌 一到会场朱立伦先和台下 三百多名校长握手挂干减 在核四风暴中朱立伦也紧抓 民意风向球 没有核安根本核四不应该运转 也不应该启动 所有的政党把手拿开 讲白了核四不该运转 朱立伦成了兰茵第一个 有话直说的先锋 相较隔魁将一话 堵上乌纱帽的海派 朱立伦相对优雅贴近明星 在没有做修改 或没有做任何的一个补救以前 大家是不敢相信核四是安全的 大家对于台电或原能会的 攻心力是有质疑的 运转中的核一核二厂 盖不好的核四厂 台湾四座核电厂有三座在新北市 朱立伦步步进逼 说出马政府不敢面对的棘手问题 直言核废料处理 一直是新北市的痛 问题无法解决 凭什么使用核能 台北市长郝龙斌也跟着赞下 北北基 我们是一体的 对于核安问题 专业的评估完 在没有安全的前提 顾虑的前提之下 核四才能够运转 立方首长搭上反核顺风车 朱立伦电高政治舞台 选对时机和民众站在一起 鸭子划水累积 2016卡位实力 夏立新闻林福黄世亭 新北市报道